連結資料庫這部分 複雜度算蠻高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第一個 牽涉到後端資料庫 你類型很多種 也許你可能是 最基本最簡單的SS 20032007甚至 2010 2013的版本 那不一樣的版本連結方式稍微不同 所以要怎麼去連結 第二個的話 你要如何從 Excel這邊去連結資料庫 並且把資料庫帶過來 那當然這個複雜度很高 所以我就舉一個簡單的 然後呢因為這個部分 我也整理了一些東西 因為這 這幾年有上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會牽涉到太多 所以慢慢就把 有些可能不相關的 跟我們的課程不是那麼直接關係的部分 就把它篩選掉 反正就是最重要 我們可以怎麼樣把資料查到 第一個怎麼樣把資料放到SS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把資料從SS裡面 把它抓到Excel裡面 第三個呢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篩選 把資料查到之後 放到我們Excel裡面來 我想這個是一般最 最基本的需求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在那個 Excel裡面 VBA裡面 如果要去連結 那個 那個那個 SS資料庫 的話 我們需要用到有一個 物件 叫做 ADO 那這個ADO 這是你在執行的時候 他本來 預設的 狀況 他不會 引用進來 你必須要怎麼樣呢 先把它引用進來 你才可以使用 他怎麼引用 工具裡面有一個 設定引用項目 記得把這個什麼呢 Microsoft Activity Data object 2.8 的一個Library Library就是程式庫 你要有這個程式庫 你才可以 去存取什麼呢 存取這個 資料 這個資料庫 才可以具備有這個 開啟 比如查詢 新增修改 刪除的各種 各種的這個 這個功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 這應該是 如果你的版本 不要太舊 應該Windows 像我們現在用的是Windows Windows XP 就已經提供了 那他應該這個 更新的版本 會有更新的版本 應該不會有問題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要設定這個部分 你程式才可以撰寫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在程式裡面 在 把資料抓過來的方式 我已經給各位sauce 但是這個sauce 其實還蠻長的 基本上 通常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 飯本 拿來修改 不然的話 叫各位要重新要 把它key一遍 可能 出錯的機會 會蠻大的 那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怎麼樣做複製貼上 反正就是 至少你要改 你應該改的部分 可以把它從資料庫裡面 查過來 大概就基本上 應該至少 你可以滿足 基本的需求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不會 要 帶來